明生在外的英国最著名老牌特种部队,特别空琴团SAS,近来似乎又创造了一项令人难以置信的世界级记录。 在2400米开外的超远距离上,一枪把极端武装分子打得肢体分离,而且最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,SAS的这项狙杀记录,居然还是用诞生至今已有大半个世纪的老师M-2重击枪创造的。 因为出速高度能大,所以特种部队的老兵有时候,就喜欢拿M-2当临时重拘。 据外媒报道,这个略带传奇色彩的狙杀案例,是一支SAS精英小队,在阿富汗北部地区,执行秘密巡逻任务时创下的,射出这枚致命子弹的,是SAS的一位老兵。 他曾先后被派往伊拉克和叙利亚等地区执行任务,经验丰富而且身经百战。 据了解,SAS这支巡逻小队,当时在很远距离上,就和极端武装组织发生了交火。 受眼下条件所现,SAS无法及时找到适合地点部署狙击支援小组,因此这名老兵干脆就跳上了武装越野车, 利用车在重机枪客串,来一回临时重拘手。 这可不是SAS老兵为了耍帅才专门这么干的。 通常作为武装越野车上的固定火力点,而存在的M2重机枪,其自重至少达到了38公斤,枪管长度超过1.1米, 而且发射的还是12.7毫米重机枪弹。 这些特性对于远距离压制射击都是非常有利的,而且为了能够有效压制远距离目标, 这台M2重机枪还配备了精、缺关鸟设备。 这些无疑都给SAS老兵的致命一击创造了有利条件。 巡逻任务可不比专门的伏击战,良好的狙击点往往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为了配合好老兵的狙击任务。 另一名SAS观测手还及时为他提供了当前风速和湿度等重要数据。 除此之外,由于巡逻小队欲敌,时正好赶上烈日当空,所以老兵还得考虑到气温和亮度的变化。 按照他本人的说法,那就是,毒辣的太阳直射,在地面上,造成了物体形象的扭曲。 从远距离上看目标就像是在滚烫的开水里游动,狙击是门技术活,如何选择武器和合适的临时狙击点,有时候比单纯打得准更加重要。 当扳机扣动过后,直至几秒后望远镜上,才收到了极端武装组织头目被成功狙杀的图像。 当时就连在场的其他的其他武装分子也愣了有了几秒钟,当他们终于意识到领队已经遭到消灭之后,便仓皇作鸟受散了。 这名老兵的这传奇异军,被认为拯救了当时在场至少20名战友的姓名,他也由此受到了英国陆军的隆重表彰,就连他所使用过的那艇M-2重机枪,如今也以光荣退役,并被安放在SAS的赫里福德总部作为纪念碑供后来人瞻仰,拿M-2当重型军机枪这种做法。 直到越战时期,仍然被海豹突击队所远用,而且他们创造性的还为他加装了也是一SAS的这个传奇事迹,真实与否尚有待考证。 不过历史上的确不乏西方狙击金,应使用M-2重机枪创下的经典战力。 有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是,为了对付栽上甘岭冷枪冷炮,运动中屡屡创下加季的志愿军王牌狙击手张陶芳, 联合国军国当时也曾一度打出过一张王牌对王牌,当年的条件不比如今,要想对张陶芳所使用的苏质墨西那干部枪取得距离上的优势, 美军狙击手不得不选择了更重更大的M-2来打这场王牌战,不过事实证明,技术上的优势也没能给美军狙击手带来好运。 张老爷子毕竟有着一双能用机械瞄剧击中800米外目标的神眼,被瞄准镜反光出卖了的美军王牌,最终还是倒在了他的冷枪之下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